好来看到台中社区活动中心 251栋却有121栋没有建罩 119栋没有使用执照 而里活动中心188栋 也有30栋是没有建使罩 市议员周永宏就说 活动中心常被使用需多 日前就发生有掉扇掉落 砸伤人的意外 因此很担心这公共安全上存在隐忧 阿公阿嬷开心的在社区关怀据点 进行健康促进 甚至支援快打战 这些地点不少是在里活动中心 或是社区活动中心 市议员周永宏在市议会业务咨询中提出 台中市社区活动中心251栋 里活动中心188栋 却有不少没有建罩使照 251间活动中心里面有121间是没有建罩 其实就是一半 我们全台中的里活动中心有几间 有188座 那有没有无建罩的状况 也有30座 也有30座嘛对不对 比较少 那这30座是不是都在先驱 大部分 是嘛 活动中心常作为社区关怀据点 长青学院 里林联欢活动及社区发展协会使用 使用者也以社区长辈居多 但建物老旧又没有建使照 安全难以把关 日前甚至发生神钢社口活动中心 掉扇掉落砸伤民众 凸显活动中心设备老旧缺乏维护 以及没有建使照问题 要求市府要把钱花在刀口上 四年花1.96亿都在这边联谊探访民营 探访名模 请问探访出了什么 探访出了一个活动中心的风扇掉下来 这个掉下还不是社区的 这是理的吧 不管是社区活动中心或理活动中心 都是区公所的权责 我想这个区公所应该要做 市府强调会盘点改善活动中心老旧设备 而周永宏认为没有建使照的建物 恐怕将成为公共安全隐忧 意外发生时 谁该来负责